這次我們要搭 號稱全世界最美的景觀列車 也是瑞士最豪華、最貴的火車 大名鼎鼎的冰河列車 我們再看看 都來到瑞士了 我們當然不想錯過 這個傳說中會帶你穿越先進的火車 風景噴 到底值不值得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米拉 我們現在在瑞士最老的城市 Hur 我們要從這裡打知名的 Glacier Express 冰河列車 去另一個城市 然後中間會看很多漂亮的山脈風景 非常非常期待 那這一次也比較特別 因為我只要是開始火車狂 到每個國家都希望可以大大看台灣的火車 然後我特別給他訂了 賞我湯 很期待 很多台灣人聽到瑞士 就是可能直接聯想到這班火車 對 冰河列車 所以我們看看是真的這麼特別 是不是真的值得當 啊 太可惜了 因為這不是他的第一站 所以他也不可能太早到這裡 我們也不會到最後的一站 但我們選的那一段 就是聽說最美麗的一段 結果我們的火車已經到了嗎 看起來提早20分鐘 就是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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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有 慢慢發現 沒有我們聊到這個今天的火車 雖然我們不是從第一站出發 但火車已經提早20分鐘到了 這樣可以給遊客充分的時間拍照 非常棒的設計 我很期待 耶耶耶耶耶 我們去找我們的位子 然後慢慢介紹給大家裡面長的怎麼樣 瑞士的冰河列車 從側馬特到聖莫里茲 總長約291公里 搭全程需要8小時 我們這次只會搭兩個半小時 從霍爾到安德馬特 這也是官網宣稱最漂亮的一段路程 大家看看 趁著還有時間 我們決定先來看看二等艙 好 我們先給大家看 競技艙 趁著還沒有人進去 還是蠻舒服 還是蠻漂亮 是木頭做的 好美 我好喜歡 超有質感的 所有的布料 那個地板 那些 木頭的 都好美 沒有想到我會這麼漂亮 二等艙也蠻舒服的 對 然後我看二等艙也有 耳機放在旁邊 就是導覽耳機會跟你介紹 也有菜單 你可以點一些菜 我們已經 訂票的時候買了 對 這裡是一排四人座的配置 票價是每人三千六台幣 達八小時 全程票價是七千八台幣 那在這裡 如果你在大的行李箱 也有空間放那些東西 我這裡就算是蠻大的 就是三層 然後蠻寬的 對 所以你有行李箱也不用太擔心 這裡有餐廳 如果你想買咖啡或什麼 廚房也在這邊 大家點的餐點 就是在這準備的 然後我們到一等艙啦 比二等艙大一點 一排三人座的配置 一排三人座的配置 就是這裡喔 特別訂了兩個人 給我買買 一等艙票價是每人五千台幣 全程八小時票價是一萬二台幣 他們送給你二機 還有小手冊 這裡有中文的介紹 我們看這裡的廁所 總是要介紹給大家 三五層的廁所 這麼大的 如果有人昨日也是個 非常漂亮的 你看摩托座的這個 很有質感 舒服的空間 半圓形的 真的蠻有質感的 開箱到一半 火車就出發了 我們出發囉 耶 剛出發沒多久 馬上就有氣氛了 就像我們準備要穿越仙境一樣 聽說在 左邊 那就是我們現在這裡 會有更漂亮的風景 但是缺點是你造成 觸法間會有大的太陽 Vida很怕太陽 但是這裡沒有窗簾 因為大家都是很看風景 所以沒有必要有窗簾 沒關係 因為進去 上去山會幫我們當主席先生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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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沒有點餐的話 這邊有menu給你單點 咖啡一杯 最便宜的是5.5 雖然價格不便宜 但難得來坐冰河列車 還是想一邊看美景一邊喝咖啡囉 謝謝 夏天來瑞士搭兵和列車 雖然看不到雪景 但還是很有氣氛 你可以在車廂內 悠哉地欣賞瑞士的大自然 那種綠色是瑞士特有的 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其實說這是最慢的列車 因為這290是一公里 他們需要花8個小時 所以很久 漂亮 如果有人喜歡大自然 他們在這裡會非常滿足 途中我們也經過許多小鎮 真的很好奇 住在這邊是什麼樣的感覺 與世隔絕 應該什麼煩惱都沒有吧 我們現在停了在一個中間的小鎮 然後現在從這個小鎮 我們要慢慢開始趴趴到 這一趟旅程最高的地方 233公尺高 所以會趴趴趴趴趴趴上去 有一點興奮 趴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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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準備小餐 你可以在訂票時 就直接訂購餐點 餐點選擇也很簡單 分成荷的和素的兩種 價格都是一個人1350台幣 畢竟這是瑞士囉 荷的長這樣 素的長這樣 很簡單吧 我們吃吃看味道怎麼樣 我在網路看了有的人說 其實現在什麼不好吃 但我們在 我覺得我眼裡沒有很高的要求 好飽 你們知道 我最不喜歡的東西是印嘴豆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素的總是會加印嘴豆 然後這裡也不例外 但是味道是還不錯的 我覺得沒有大家說的這麼難吃 還不錯 重點是你可以在火車裡面吃 這樣的美景 味道都是加分加分最滿 在這種風景下 真的不知道誰能夠專心享受食物 畢竟大家來搭冰河列車 主要還是為了風景囉 食物也不需要抱過高的期望啦 如果你冬天來 這邊就會覆蓋滿白雪 那就是完全不同的氣氛了 我們經過冰河列車軌道的最高點了 海拔高度2033公尺 你看在這種地方是不知道要吃飯 還是要拍 完全沒有心情吃的風景太美了 過了最高點不久 列車還特別停靠一個地方 他們說可以下廁10分鐘 拍拍照 先上風景 你看這就是他們的LOGO 這是快樂的夜市開 很開心 老公 剛剛我老公在想讓我 覺得一切都是值得 這裡明顯的跟冷開始發動 這個瑞士的缺點 是這裡的美麗的地方太多 你真的要看所有的地方做不到 太美的國家 我們也問車長 他這樣每天開同一條路線 會不會已經膩了 他回答我們 這樣的風景 永遠都不會膩 我們這裡 他吹哨子了 趕人上車了 對 好 我們離開的這裡 在樹外面就有地達 如果你有興趣搭瑞士冰河列車 有什麼要注意的呢 買票的時候 如果你自己買 一定要提早買 因為 尤其是王季 很難買到票 可能商務艙比較簡單的一點 對 但如果你幾個人要一起做 那還是要提早 你沒有辦法選 藏箱是哪 哪個 他們特別強調 你沒有辦法選 但是的確在右邊 或者往 對 往那邊的左邊 反正在這一邊 風景會比較美 現在那個季節 外面十幾度 還好 但是夏天 我自己覺得應該會滿熱的 那冬天聽說 一定要戴墨鏡 因為會反射 希望未來有機會 冬天而到 拜拜 拜拜 要說再見囉 再見囉 第一次坐車 下次見囉 Dosabattanya 好的 那我們完成了這趟旅程 冰河列車之旅 那我覺得如果你來瑞士 真的是蠻推薦的 真的是他們的經典旅程 那不同的季節來 會有不同的風景 不管你坐在左邊還是右邊 其實有票就買下去吧 因為還蠻熱門的 所以有可能買不到票 那我們會繼續在瑞士 待一段時間 會繼續分享這邊有趣的事情 給大家囉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Dosabattanya